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议会内外 我是刘慧卿 今天我的嘉宾是运输及房屋局的副局长邱成武 邱毛最近打完场大仗高铁 有惊无险就过了 立法会财委会就撥了669亿 其中有一些担心的街坊就是大角嘴那些 刚才我们讲的 邱毛就说如果你是大角嘴 你在那个圆线那里 就应该就会收到政府或者港铁 有封信就告诉你听 还有港铁就会派人来你家 就跟你拍照 最重要是看看你的墙各样东西 有没有裂痕有没有事 证实了是这样 第二天如果你发现有裂痕 那你就去找回港铁 喂大哥那时候都没有了 现在搞成这样 那现在是不是开始了还是将会开始 我们就快开始 我们就快开始 拍照这件事就快开始 那如果有些街坊真的等了一轮都没有人拍 那他应该联络谁呢 就是问一下 喂是不是应该拍我啊 我们其实都会给一些 所谓的联络方法 是 这些联络方法他可以投诉 可以查询 或者譬如你刚才提到 我想看下我那座大厦 譬如现在那个我们叫地积比率 用完了没 因为他们在说发展潜力 用完了没 或者我底下的庄处 稳不稳定 这些资料 关于他那座大厦的资料 其实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他们的 其实我们有电话号码 亦都可以亲身去 喂 你说有个什么中心的 是有个资讯中心的 是有个资讯中心的 是在哪里啊 再说多次 你知不知道在哪里啊 在他们那里附近的 应该是 在那附近的 在哪里啊 小伙我就不知道 我真的要查回 我没有地址在那里 但是在他附近来的 其实是方便他们上落和出入的 是吗 就是他可以开 不然就不知道在哪里 你真是邀请邀成武的 是的 我稍后再告诉你 是的你告诉我们 看看在哪里啊 就是有个中心 和有些电话 各样东西他们可以问的 是 如果他要知道 他可以做 希望大国咀居民就尽力去做 那区议会也会帮忙跟进 我相信你们都会定期去区议会 其实我们会的 这个项目呢 其实我们都会定期去区议会 因为尤之旺受的影响 其实尤之旺 尤之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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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会和他们保持一个很紧密的联系 和定期向他们回报 以及我们立法会 你都要回来的 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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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说在铁路小组 或者其他地方 一定 说回蔡元村 高春香那天来这个节目 他就说 洪永达都在 他说 其实如果你去蔡元村 其实很大很多东西 他说你无端端就选中他们 就是很选不选 有些呢 你本来他说那条线都不是这样画的 甚至他到最后突然就绝了 就是过来 就针对他 那些原居民 或者什么 就无事 那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呢 其实呢 在港铁去研究走线的时候 其实那时有四个走线选择的 在考虑不同走线的影响 其实每一条走线都会影响不同的人家 不同数目 有些甚至影响一些 可能有些的骨骑啊 有些是冒啊 冒穴啊 冒穴啊 或者一些生态的环境 那后来呢 那后来呢 就简定现在目前这条走线呢 那个影响是最小的 那就是我想 你知道香港其实地方不多的了 就是这条走线怎么摆呢 都会影响到一些人家的 问题就是 我们的决策的考虑 一定是影响最少的所谓的 那所谓的选择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你会更多人出来 可能是提出不同的意见 或者提出他的反对声音 那所以作为一个整体的考虑的话 一定是选一个影响最少 但是我们都明白 就是影响最少都有影响 那所以我们 因此来说 我们都要想好一个 所谓的赔偿安置的方案给他们 那这次来说 对蔡元村的赔偿安置的方案呢 是一个相当特殊 和一个是过往的很少有这样的 那所以 每一户赔多少啊 那我们今次的特点是什么呢 今次的特点就是说 他们有选择的 因为以往过往 很多时候就是上楼的 就是去公屋 那他们说 不是哦 我们有些就说 其实我们的资产多过上公屋那些 那所以我们的方案里面 有一个叫居屋的选择 他可以 可以买居屋 那买屋的好处是什么呢 他们本来是 臨时牌来的 那些臨时的屋牌 没有业权的 但是如果我们 给了这个赔偿方案来说 他可以 可以拿一些 拿少少钱出来 加上我们的特点赔偿 他可以变成有业权的 那你便可以转让又单 你给小小代代 给自己子孙就可以了 但是他本来 如果好像现在的状况 他是没有这种业权的 他存不了下一代 也都不可以买卖的 那我们其实用这件事来说 是令到他们的状况来说 其实是有所提高的 那这个第一 回应他的需求 第二个就是 他们说 我们都是想耕耕田 或者是 喜欢那个所谓农村香郊生活 那所以我们都想到一个做法 就是说 我们有一块地 当起完了之后 其实他会盖在上高 那块地 就可以 在那里监田 提供这个方案给他们 譬如我们交给一个 非政府组织 他去管理 把那块地 给那些不同的户主 他喜欢在那里监 便可以监 那我也考虑到这件事 所以也给他们 因此来说 我们今次的特点来说 其实就是给很多选择他们 适应他们不同的家家户户 自己本身的需要来说 去到有所选择 所以很快来说 我们看到一路很多村民 一路登记一路登记 就是適合他们本身的需要 当然我都会明白 特别有些老人家 住了这么多年 他有个情感在那里 他不想搬 如果可以的话 都想继续留在那里 这种我们明白的 那行不行呢 但是问题是 如果那条路一定要建 和一定要经过 你没办法 那你明天铺起 都可以耕田 那就给他在那里住了 我们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那个撩屋控制的政策 即是说 如果你一旦离开了原本的地 那个地 不能再给你一个牌 否则牌就不断地延续下去 这是第一 第二 在那块耕作的地来说 其实工程师跟他说 他那里不是很适合住的 你耕田有没有问题 但住可能就不太好 所以我们赔那笔钱给他 其实他可以足够在附近 租也好 或者买田也好 其实他都可以做到这件事 有些人就说 在附近给他搬了个村去 行不行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 所谓撩屋搬村的问题 因为他们不是有业权的人 香港讲的是 在新界区有三十多万 这些这样的撩屋 就是住人不住人的 你帮助给他搬 就还有三十多万来找你去搬 是的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所以在联屋控制的政策上 这个一定要考虑 这个也不是只是你的局 没错 你说得对 所以希望你们就 尽量做好些 令到街坊各个都接受到方向 不要到时又有什么示威 又暴力 所以我们都希望 尽量在这段时间 看他有没有特殊的特别的诉求 我们都尽量帮他们解决 他们如果告诉我们 他们是耕田的 我们在现在的所谓 農業复耕的政策上 是可以给他 租一块田 买一块田 又再搭一间屋子 这样是可以的 如果他们选择这个方法 我们就帮他们这件事做 所以我们这次的方案 其实你看到 是很多选择在里面 给他们考虑的 另外就是这个所谓 感上路方案 你知道公共专业联盟 就出来说 其实他们怎么给你们 好像做个研究 做了二十多亿 是吧 你立法会购款 你立法会购款 给政府做 和港币做 做这个详细计 那你说他们那里的 职业人士自己 扔些钱出来 当然没有那么多资源去做 那其实很多意见 就认为 最少你们应该 跟别人坐下去谈 别人很多都是专家 都是学者 各样东西 这个感上路 其实你在那边 你说大陆 现在有些站都是这样的 现在都挺荒谬的 日后就会发展的 那别人都说 哇 在那里 其实那个新界区 都很多很贫困的东西 你发展了它 就很好 大家都很人 在西九搞到那么迫 那这个你们完全 是不是其实以前都想过的 政府当局是看的 这个感上路方案 是不是 我想应该是 九铁当年 他们自己 九铁当时 当时还没合并 两个地铁 两个铁路公司 那时候他们自己 做研究的时候 就看过 但是他们是 他不是那个唯一 就是各样的 各样他都看 他各样都看 没错 九龙和西九龙都有一个建议 但是他们都提过 那个感上是否可以 但是后来就没有 再提交给政府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再提 没有提这个 我想最重要的一个考虑 是考虑整条铁路的设计的时候 那个效益 其实他们都会觉得 这个也是国际上的经验 都是这样 你想想英国都是 就是他都是将 即是Waterloo 又是放在Pangrass 都是放在市中心里面的 那使到铁路的人来说 他会觉得 一来到市中心 不用转来转去 这个是 在高速铁路的设计里面 通常是主要考虑 那我想这样 如果他们这些尊严人士 或者民间的智慧 能够真的可以早一点 去提出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方案 政府未必不考虑 但是 他们很有趣的 我觉得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 在那个法定 我们处理铁路 有一个法定的反对期 在那个期间 其实没有人 提出过这个方案 没有人说 反对政府 将那件事 放在西九 等一会 阿优武 我们在这里停一停 你继续讲 为什么法定期 你又不讲 完了你才讲